请查爱机会官方网站 这些应该看得到 该口罩 眼镜就发布农物警报吗 快试试FUGILENCE防务镜片 得日最新奈米镀膜技术 雾气白白 视线清晰 得恩堂眼镜 防务镜片只要2980元 锦销 衣护 在享优惠哦 使用前请详细详阅 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卫服一气质一字 第005686号 广告字号 111050006号 投资中港科技股 就选统一ETN 统一恒生科技ETN 股票代号020033 追踪互联网 金融科技 云端 电子商务等 创新科技趋势 参与中港30家 科技巨拨 未来发展契机 投资代号020033 5月25日 全新上市 买卖指数 投资证券有其风险 投资人音详月 公开说明书 本公司经末地事业主管机关 核准值许可征刀4号为 110年监管政总资 B0067号 2022可购乐股东购物节 开跑咯 即日起到8月31日 只要是鸿海 鸿准 群创等共16家公司的股东 上网搜寻可购乐 或扫描股东常会通知书 QRCO 成为可购乐VIP会员 可享有夏浦家店 ZD5折起 GoGoro电动车 够吹优惠 每天参与股市猜猜乐 再抽鸿海 及0056股票等多项好康 完整优惠详情 快上网搜寻 可够了 关于新野之森 可能让你很意外的point 南港下一站 租得起就买得起 未来有捷运 而且散步约五分钟就到 出门很便利 还有专车接驳 到南港展览馆站 总价880万起 买二到四房 原来我也买得起 新野之森 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虽然今天加全值 周线是涨了121点 涨幅有0.75%的幅度 不过如果我们看 5月的月线 现在目前还是一个黑K棒 是下跌由325点 跌幅是1.96% 将近2% 下个礼拜 还有礼拜一跟礼拜二 两个交易日 就要收月线了 这个月线能不能收红 就要把这300点给涨回来 有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赶快用视讯连线的方式 请教股市乔哥 乔哥你好 孟华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乔哥下个礼拜一 收盘之后 就是要收月线了 你觉得月线 有没有机会收红呢 我觉得5月份出现了 近两三个月以来 比较大的一个固样 是他终于有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 没有在下跌 对 尤其像这一波 5月中返航以来之后 就开始呈现一个 很像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在本周连续 其实我们在前面那4天 这个礼拜的前面4天 其实都有意图 要站上月线的情况 我想黑线能不能收红 那不如我们来看看 他有没有办法在月线的 这个角度上面先站稳 站稳月线之后 那才有机会继续在我们上再走 那虽然说今天的盘是 以今天大盘来讲 他好像有站上月线 对 不少超过100多点 对对对 可是我们等一下的话 我们可以从筹码数据上 也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其实外资在这个月 他卖超的幅度 跟卖超的金额 已经没有像上个月那么大 这个月目前到现在 今天好像是买超 今天没有超200多 所以他整个月下来 他是卖超大概549亿左右 那当然头戏的部分 他依然还是在买超 每个月都在买 那比较特别的是说 在5月18号 就是在这也是5月期 我结算之后 其实外超 外资的买超或者是卖超 对我们台币的汇率 好像这个变化已经不大了 他可能买超也好 或者是卖超也好 过去是他只要一直卖 我们台币一直在扁 可是这个5月18号 这个结算完之后呢 发现他买也好 或者是卖也好 其实汇率已经几乎 已经不太动 甚至已经有稍微 止扁回升的这种情况 那像这种情况来讲 台股也确实也因为 在结算之后呢 他也不再下跌 已经开始在从盘整 所以我觉得在后面这两天 盘市再上涨的机会 其实还蛮大的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在期货结算的部分 我们看从5月18号 期货结算之后 其实到今天为止 整个期货的多单 他增加了大概13000口 是在这段时间 那空单的部分 他只增加大概5800口左右 所以从这个外资期货 这些期货的部位来看的话 他们的心态上面 是比较偏多的来操作 所以包含像Foco Ratio一样 Foco Ratio的部分 其实大多数在 这个近半个月以来 他的数据大概都维持在 90到100的这个区间 那这样的区间 其实大概就是一个 不能说他偏多或偏空 他就是一个合理的格局来看 那从现阶段的大盘的走势来看 确实他也是在走整理 虽然偶尔有涨偶尔有点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他还是一个整理的一个格局 所以在目前来看 我觉得到下个礼拜 还有两天 刚刚莫好哥讲还有两天 是非常有机会 就是继续在往上再走的 这不过有一个点 我觉得有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毕竟这个盘式 其实都没有量 涨也好也好 其实成交量 一直都没有很明显的发大 我也认为是说 其实包含像这一个月 像整个五月份这边 会有做一个反弹 都没有在下跌 或多或少跟融资余额 减幅的幅度够大 我觉得这也是有关系 因为他四月份来讲 融资余额减少了140亿 那五月份到目前为止 今天还不算的话 也减少了大概84亿 所以在融资余额在两个月的时间 它减少了大概200亿的情况 这个筹码的稳定度相对已经浮额 就是没有那么的平坦 所以要不要涨 我觉得现在的行情只是它要不要涨而已 如果它愿意涨的话 其实这个要坦 都非常有机会谈 大概是这样子 那期货 我觉得最后一点要跟提醒各位一下 就是说我们虽然 这边我看到的这些数据 都是好像对多方有利的 对 不过还是要注意的点 就是说目前的趋势 大盘的趋势 它毕竟还是空方趋势 整个的平线排列 然后指数的这种 还是空方的一个排列 尤其这个五月份以来 成交量一直都是持续的这种量缩 也就是说买盘 它进场的利润其实是不高的 再加上说我们整体 从18619以来 这个走势到目前为止 其实大概都还是在走一个套劳盘 可是它盘整完之后跌一段 又盘整又跌一段 那以现阶段 就算现在已经谈到这个1万多点 其实4月底的低点 在16000点 16200点到16400点 目前我们指数已经在这个区间 那这边 以一个前提来讲的话 这个确实会是一个压力 所以这边来讲 我觉得在操作上 还是要稍微健身保守一点 好 所以中短线看起来有利于多方 但是长线看起来 仍然还是一个空方趋势 空方架构 对 好 那这个月以来 外资卖超了545 不过今天外资是大买200亿 那另外今年来外资卖超了7729亿 这个外资今天卖超的金额 真的是非常庞大 那你觉得外资已经卖到一段落了吗 如果说从目前的汇率来看的话 其实近半个月以来 因为你看我们的汇率 已经没有持续的在扁 今天台币大升 对 今天又升上来 所以只要台币没有在扁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台股目前来看 它就比较 我们不要说长至少它比较会有止跌的讯号出来 那当然这个止跌不是说它就立刻翻多 而是可能是从18619这一波跌下来的一个阶段性 它可能会稍微做一个休息或者是做一个反弹 那弹有两种 因为毕竟跌这么多了 它也许会 我们讲修正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反弹 第二个就是以盘待涨 所以如果以盘待涨的话 其实这个走势它是相对弱的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虽然外资的部分 它有稍微卖的力量在减少 那有没有可能持续在卖 我觉得我会去观察的是 在接下来 第一个包含像台积电的部分 其实台积电一直是我们在观察台股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指标 这一阵子它有做了一些反弹 我认为500块的关卡会是一个蛮重要的关卡 不管是心理关卡也好 或者是这个大盘的关卡也好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可以去观察的点 所以如果说就算未来外资这边持续在做卖超 我觉得500块这边它能够守得住的话 盘市这个地方 它还是有机会在这边做一个 反正的时间再拉长 暂时不再下跌 那当然这个不下跌可能是暂时了 就刚刚乔哥所讲的 可能会有一段这个反弹的行情 不过上档看起来季线的反压是确实是蛮大的 这个季线现在目前在16900点附近 离今天收盘点位大概差不多600多点的一个空间 那这600多点会不会是一个反弹的机会呢 当然有这个可能 只不过就是说这个量能一直没有办法放大 那我个人的解读就是说 第一个可能很多人套住了 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反弹信心也不够足够嘛 所以在被这个蛇咬到的情况之下 短时间不太敢这个大量的进出股票了 就变成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量放不出来 那量要放出来一定大盘要强攻 持续的这个往上推升 让这个散户啊 这个刺激到心痒痒 这个不得不买股票了 这个量跳进来了 就有可能是这样的状况 但是通常散户大量跳进去的时候都爱到最高点 对 其实我们在那个前两天的报纸也有看出来 14月份的证券划波存款余额 他单月份 也可能近千亿啊 对近千亿啊 那其实这个资金的这个消失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 有可能就是说 也许大物把资金卖掉了之后 他没有就没有放在重短话锅里面 或者是可能真的我们太多散户 原本可能有100万的资金 他卖掉之后亏损只剩下四五十万 所以这种都是一个减少的可能性 那这种情况之下 在大家都亏损的情况之下 要他恢复信心 短时间可能没那么快 就像刚刚慕华哥讲的 也许盘是要特别的强 把整个盘一直往上带上去 那刚刚慕华哥你有讲到说 在那个季线位置 大概大概600点左右 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 其实从18619这一波年 到5万5600点左右的话 如果他真的是要做一个 比较我们讲称之为反弹 一般我们定义反弹 大概就是20% 要回到季线 对那大概也会在那个位置左右 现在只是说 有没有机会跟可能性 去找到那个位置 因为那只是 那还必须是个弱势反弹 如果真的弱的话 搞不好连弹的机会都还没有 我这边有挑了一些 弱势股的部分 其实在这个礼拜来讲的话 弱势股都是比较重大型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聊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这个个股的部分 那讲到个股呢 当然不能不提台积电 台积电 这个下礼拜一二 这个两天的行情 很关键 它能不能扭转 整个月线黑K棒的格局 就看下周一二了 因为台积电现在目前 全月是下跌八块 也就是说下周一 下周二 如果台积电能涨个八九块的话 那月线就有可能摆脱 这个连四黑的格局 因为台积电现在目前的月线 是连四黑 那连四黑是非常罕见 没有看过台积电 有连四黑的月线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钱没有不见 只是编成我喜欢的样子 乔哥我们现在声音开出去 我们可以跟线上的朋友 也聊聊天 好的 诶 带阮大哥走掉了 去撞水了 那我先 回来了 回来了 好 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国展Jerry 李雪 卡兹 还有浪漫Duke 还有Kent大家好 各位觉得会谈多少呢 有没有人有想法 可以来key一下跟我们讲 大家觉得会谈多少 觉得会过季线的加一好不好 不会过季线的减一好了 没有 我刚去倒水了 我真的几乎没看过台积电月线连四黑 就是台电连叠四个月很少见 台电如果下礼拜一二不涨的话 那他真的是连叠四个月 可是他走势确实看起来还蛮弱的 你看我觉得这一波这些比较重大型全职股里面 走势相对比较强 反而是后排 对啊 洪家军这次很强啊 洪家军这次很强 因为我在最近比较强的一些车用 也都表现得很强 车用零组件 车用电子可能还好 车用零组件的部分走势都还比较强 会不会是这个 都有一些连统 我们最后一档广告了 然后我有发起投票 你可以看得到啊 看得到啊 好 参考结果了 我们先切回现场了 好 好 加码送多重航旅活动 数量有限 速播 大家很踊跃 一下就投很多了 韩哥你现在画面上也看得到 Ending的时间对不对 结束时间 对 好 那就麻烦你参考一下哦 谢谢 好的 谢谢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现在有发动一个线上投票哦 就是说让大家来投一投啊 猜一猜哦 这个台股有没有可能会去过季线 好 现在目前的季线会只在16900点附近啊 好 那今天乖离季线大概还有差不多 600多点的空间 好 我们现在已经很多听众朋友在上面投票了哦 好 这个我们有这个会过季线跟不会过季线的两种选项 当然没有第三个了 好 那这个会不会过季线 我想这个台股线很关键啊 因为毕竟很占权重啊 很占权值 好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台股线是上涨16块 好 大涨3%多 股价收在530块 好 本波段的低点啊 也就是5月12号台股线最低的时候杀到啊 这个505块 那高点呢 是今年的688大家都知道嘛 好 这个688是出现在 呃 这个1月17号 所以从1月17号啊 这个台股线一路下跌啊 都没有能过季线哦 都没有能过季线哦 它一路的就是在季线之下往下掉 好 这个可以帮 如果各位上去看台股线的走势图的话 你会发现真的非常弱势 这个连谈到季线都没有啊 不要说过季线 那当然到505块的时候呢 乖离季线很大啊 那如果你从688算到505啊 台股线总共的跌幅达到26.5% 这是非常大的跌幅啊 将近三成的跌幅啊 那今天回到了530块啊 这个占回了月线之上啊 月线是在525 但是呢 台股线的季线在557块啊 所以离这个季线啊 还有27块的空间啊 还有27块的空间 那台股线这个礼拜啊 刚刚好多空打个平手 如果你看周线 台股线这个礼拜是不涨不跌的啊 周线是收黑K棒 好 带下影线啊 虽然说是一个黑K棒 但是呢 全周是刚好打平啊 不涨不跌啊 所以这个台股线本周有没有机会呢 出现一个指纹的机会 甚至月线啊 这个出现 不要收到联市黑啊 真的非常难看啊 这个下礼拜一二再涨了10块钱啊 就可以摆脱这样的情况 我们继续来请教股市乔哥 乔哥你怎么看台股线呢 台股线其实这两天啊 只有这两三个月跌下 如果以这个量的结构来看 它是逐渐在萎缩 那其实到包含到今天为止 台积电它的K线啊 其实有点收这个新线的这个味道 如果你K线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是有止跌的味道 也就是说这505块很有可能会是一个 短期的一个低点 但不代表说它后面一定会往上涨 因为我觉得量人才是一个买盘 股票要涨不是因为卖亚大 不是有没有买盘进来 所以如果买盘不进来的话 他或许会用这个盘整的方式 用这个 用这个空间来换取它下跌的时间 那像这样子来讲的话 如果是真的它接下来继续走盘整的话 那对于盘势后面的走法 我觉得会比较悲观一点 边谨慎看看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以电子全职股来讲 2454的联发科更有机会 因为各位去看一下联发科 这个礼拜 周K线虽然也是收黑K棒代下影线 跟台线差不多太多 但它全周是涨5块 如果你看到整个5月的话 联发科月K线 现在目前是红K棒 它是上涨了21块 涨幅是2.5% 那同时联发科是 这个已经是月线连4黑了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礼拜一礼拜二 联发科在大跌 很不幸的话 出现月K线连5黑 那真的是几乎没看过了 那当然我觉得联发科 看起来是比台线事物 更有机会一点 不晓得乔哥你的看法如何呢 其实我觉得联发科 它应该 我会把它归类在 它是属于那种超高价股 类似或千金这一类 那像这种千金类股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千金类股的走势 尤其在最近这一个月以来 相对的比其他股票 还要弱蛮多的 像维影 信华 四星 AES 这一类的股票 他们的其实 对 整个走势还是非常的弱 那联发科 它又本身属于高价股 又本身是属于比较 这种市场官场的 这些全职的部分 我倒认为是说 它如果接 一样一个造 就是说 它如果是整理 它走盘整 我们没有在上涨 甚至包含可能说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从目前台股的数据 上来看的话 好像是有继续在涨的期望 尤其像今天 那个开子期 的期货多单 居然在今天 增加的幅度比较大 所以非常有可能 会不会在下个礼拜 因为下个礼拜 好像在意是 这个之前是什么 叫做摩台词的结算 那现在好像不是叫摩台词 这个变化之后 会不会是造成 等到五月份结束了之后 这个行情涨完 然后谈完之后 会准备做个结束 我倒觉得可以去观察 像连发科 像台积电的这些目标的走法 那另外一档 很值得观察 就是这个Cocoro 今天我们聊聊天室里面 朋友都在讲这个可购热 是怎样 是从我们昨天节目太成功了 是不是 大家都要去买 这个鸿海集团 相关股票的零股 去参加这个可购热猜股票 猜指数 然后抽0050跟鸿海 是不是 不过我们回到鸿海2317 鸿海这一波 是在全职股里面超强的 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股价是涨3块 那股价已经占上110块 如果你看全州的话 鸿海本周是全州也是涨3块 涨幅是2.8%的幅度 你看到全月的话 它就涨了将近8% 涨8块 所以鸿海到底在涨什么 真的是涨可购热吗 我的看法是它比较长的 就是相关的 就发的像变动车 变动车的这个平台 那它这个可购热 可能也是一个题材在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个礼拜 小哥你也知道可购热 你们昨天有在讲不是吗 有些选手看我们节目 其实像这样子来讲 我的看法是说 这些相关的股票 因为像这个礼拜 强的也是在这种所谓的 汽车连组件的这个部分 那也涨到有一点那个力道 有一点在转弱的味道 所以我是觉得 不是说它后面不会再涨 可是它涨完之后 如果后面再涨 它势力也会进行一个修正 或修行一下之后 那后面会再涨 那如果这个盘是真的 还想继续往上走的话 它也不可能 一路这边涨到这边都不停 当然鸿海是有可能 毕竟它沿着五日线 一直在往上涨 它没有过五日线 都还是一个持续强势的走法 那如果说它有开始出现 横向整理的时候 我倒觉得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不是这个盘也准备要休息 尤其就像现在15600点 它毕竟如果说 后面的盘是要再看好的话 会不会是再下来一次 打个第二支箱 然后要涨再继续往上涨 所以我觉得这些来可以观察 因为有几个比较偏空的股票 我发现像今天来讲 当然鸿海它是这一波很强 可是今天比较强的股票 除了台西电以外 一些比较偏弱的股票 空方去世的股票都有在涨 像星星 景硕 南电 四邦 群联这一类 其实这些股票 已经是比较偏空的股票 可是它在今天的表现 涨势特别强 也就是说前一阵子 比较强的这些 所谓的领主线的部分 包含像那种15开头的 什么巨庭 提威星这一类 这些之前在想反到今天 反而走势特别弱 所以现在这个盘 我觉得它是走一种 悄悄版的一个走法 就是弱势股转强 这些强势股它就休息 强势股在想的时候 弱势股就开始 又回归到它弱势的一个走势 所以这个盘 我觉得还是在一个 大整理的形态当中 要不要看太好 我觉得还是 我还是会比较偏 巨庭今天是涨停 巨庭今天又涨停 巨庭这一波 真的是超标的 这个巨庭应该算是 木工手工具 对不对 有人讲说 因为最近台币的贬值 让这些所谓的手工具 不是工具机 手动工具 好像苏美的汇差 有赚到不少 所以这类型的股票 真的是很标 巨庭整个5月 已经涨了45%了 整个5月涨45% 涨10块3毛 他今天收在32块8 所以等于说 他从20块涨上来 整个5月就一根 大红K棒这样拉上去 45%的涨幅 这真的是很标的一档股票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 这个 不过星星今天是收平 星星今天还算是比较弱 就是说昨天星星是大跌 半根跌停板 今天好像也动不上去 今天比较弱 另外一档是智元 智元今天跌了7块半 收在231块 这个智元是投信的爱股 可是你可以看到整个15月 他大跌了11.32% 跌了29块半 而且月K线是连二黑 那下礼拜一二 要把这29块涨回来 我看这很难 所以应该月K线 应该是要注定连二黑 其实像这一类的股票 我是觉得 想要做多的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不是说他并不是说 他不会涨 可是在操作上 很有可能就是在走一些 比较残的走法 那很容易会被修理 如果说买进的点 抓得不是太好的话 会很容易被修理 我这边有几个 有几个筹码面上还不错的股票 我想也大概 赶快念一下 其实包围像2371的大统 还有4915的自身 4958的真顶 这些在电子库里面 算是一个 交通安全 谢谢乔哥 谢谢乔哥 谢谢 我是乔哥赵子强 又到了周五的 乔安点个赞 前一阵子在台11线路段 发生了一起 一引车自撞分隔岛的意外 疑似